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今天又要惹什么事呢? 408社的麻烦都是掏气鬼先生惹出来的 他对总是感冒的鼻涕先生说 辣椒水是治感冒流鼻涕的特效药让他喝 结果鼻涕先生连着跑了两天卫生间 他还故意告诉健网症严重的孕夫小姐去医院的错路 害得运呼小姐去了殡仪馆 还坐上邻车去了别人的墓地 不光是这些 他还把爱哭鬼小姐家的水龙头打开了一整夜 哗哗整个厨房都被水淹了 让爱哭鬼小姐哭了大半天 还有他往冒失鬼先生家的鸡窝里放恶狗 害得受到惊吓的母鸡 一个星期都没能下蛋 谁能改一改淘气鬼先生的坏毛病 人们虽然很担心 却只是看彼此的颜色 这时候慢吞吞先生说道 我来试试怎么样 说完就站了出来 人们不觉得做什么事都很慢的 慢吞吞先生能够做到这件事都纷纷摇头 于是德义扬扬先生说道 这种事情就交给我吧 啊哗 说完就站在了前面 这时候 鸡鸡喳喳小姐站出来大声说道 德义扬扬先生还是先改一改 装了不起白杂子的毛病吧 这时候 鸡鸡鸡鸡先生偏喊便出现在大家面前 各位糟了 人们被吓了一跳 都围着鸡鸡鸡鸡先生 看样子出什么大乱子哦 可能吧 魔法奶奶说要做魔法食物 把鼻涕先生和孕夫小姐 地里的蔬菜全都拔走了 人们都惊得张大了嘴巴 鼻涕先生和孕夫小姐 赶紧跑到村子旁边的地里 发现真的一点蔬菜都没剩 地也被挖得乱七八糟 两个人很生气 就去树里树里山找魔法奶奶算账 正在给魔术铁锅生火的魔法奶奶 见到她们瞪大了眼睛 听了两人的话后 她笑着说道 做魔法食物的材料不是蔬菜 是生长在山上的药草药药 用蔬菜是做不出魔法食物的 直到这时 两人才知道 这是淘气鬼先生的恶作剧 她们感到非常无语 她们回到家后发现 原本准备好晚饭时 吃的好吃的 已经被淘气鬼先生吃光了 两人来到令人讨厌的淘气鬼先生家后 大吃一惊 因为淘气鬼先生吃了太多食物 肚子胀得都鼓起来了 必须送到医院去 街坊邻居们都知道 淘气鬼先生的恶作剧和她惹出的麻烦 但大家为什么还总是上当呢 还有淘气鬼先生的坏毛病不能改掉吗 大家也一起来想想 要怎么做才好呢 要怎么做才好呢 谢谢大家